新年有聊四季天野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新年有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越南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由 MIPER對上中國第一告訴朋友 好那我先來講解這個模式 是帝國戰爭地圖 帝國戰爭地圖一開始是封建時代 有這個兵工廠還有這個軍營 還有一些經濟界決 一開始有軍營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就可以選擇要去下事件場 還是下這個馬舅 再來這張圖比較特別是酷寒之湖 中間有大量的魚群 可以蓋魚港去捕魚 比較重要的是 蓋魚港時機是非常重要的 結果這邊蓋魚港直接被看到 直接取消掉了 其實在這麼近的狀況下 有可能直接一擊會打倒這個碼頭 我直接看過有人一蓋下去 剛好騎兵點到 然後直接魚港都沒了 所以他這邊有先取消 再重蓋一次 好那這邊的魚群介紹一下 還有這個金槍魚群 還有這個鮭魚 還有這個海濱魚群 一張湖裡面 這個沼澤裡面 居然有這麼多種魚 也是蠻不可思議的 怪怪的 這個沼澤裡面有金槍魚 跟鮭魚 好那再來更特別的地方 這個TC旁邊也是沼澤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沼澤裡面 居然還有海濱魚群 怪怪的 這張圖真的很怪 那再來就是 這次這個尤尤也是導遊的地形的關係 所以這個農田 是不能打在這個TC周圍的 所以這個 考驗玩家們 去種田的位置 防守 是蠻重要的 所以你在攻打敵方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朝TC的方向打 而是朝這個模仿的地方去打 或是沒有太多防守的位置 所以這個軍事力道 跟維加的技術 就是非常吃重的 一張地圖 好那VIP這邊好像出了點小失誤 不知道是不是失誤 那我不確定 因為這邊又已經出了兩艘魚船 那這邊VIPER卻沒有出魚船 可能是這邊 碼頭下的比較晚 決定不出魚船 先出這個戰船 先把這個戰船的數量去起來 然後準備來爭奪海 那海打下之後 再去搶吃這個 金嗆魚犬跟鮭魚 看起來 這邊的配置算VIPER好一點點 因為這邊有兩艘魚船的話 你看這邊一直補 一直爽 因為這個大魚對不對 又可以補得快 然後這邊再出個火龍頭 再反制一下VIPER 應該是前期不會什麼太大問題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 如果VIPER這邊是直接出四艘戰船 直接鎖在裡面 然後一出去呢 直接去打這個魚船的話 基本上四艘魚船 直接可以擠火掉一艘魚船 那這樣子的話 VIPER的操作空間就很大 就可以一直秀操作 然後把這個對手的火龍頭 秀光之後 再把這個中間的碼頭 這些魚全部吃掉 那這邊就可以瞬間拿到 帝王時代或什麼時代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看一下VIPER這邊 右邊有繞了一批軍隊喔 進來 結果這邊要回頭去蓋嗎 直接抓包 這邊魚船一律出來 還搭配了兩隻小公 一起射著火龍頭 但是這邊有戰船的目的 還是要去射魚船比較實際喔 還是要先解決掉一隻呢 這邊要配合岸上的小公一起集火 那這邊 結果這邊村民居然沒有抓掉喔 兩隻都跑掉了 看起來VIPER好像有殺到一村是不是 有-1喔 那這邊戰船看起來秀一下 那殘險的話要去用這個 村民喔 去把這個戰船的血量拉起來 欸這可能會再掉一隻喔 這不拉一下的話 欸欸我就知道 果然掉了 這個沒有拉打了 就會這樣子 好就給VIPER這裡面 這一坨冰喔 因為自己在控制戰船的關係喔 導致這一波被抓掉了 所以這一波的騷擾並沒有很成功 但是好消息是 這邊火龍頭 他順利要換掉兩隻 那有可能再換掉一隻 好漁船沒問題 但是這一艘船可能不保了 那這一艘沒關係 趕快去引誘對手 好去來追這個戰船喔 那這邊看可不可以 有機會再把它修起來 那兩艘戰船 再去射這個漁船 哇呦這邊元氣大傷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還是有收掉了 好漁船一掃 那這邊不再收掉一隻村民了 這邊小公直接過來射 好像不看名字 因為小公射這個戰船 沒什麼傷害喔 遠房是有六的阿 哇那個戰船遠房是六房 所以這小公怎麼似乎是一滴血 好那這邊 大家可能會問說 為什麼 Viper不出火龍頭 火龍頭不出原石 因為圍巾沒被得出阿 圍巾又只有戰船而已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圍巾人的話 就有這個圍巾大戰船 可以射很多發箭矢的那個圍巾大戰船 就是大家所 比較熟悉一點的戰船 就是海上霸主嘛 那時候封建時代最強的海上軍事單位 就是這個圍巾人 8加9金團 好那這邊戰船全部收掉之後 又沒有打算要繼續出漁船 我是要開始出一些軍事單位 來反制一下 Viper的一個戰船的問題 那個戰船在中間 其實被燒得到的蠻嚴重的 因為只要在這張地圖 只要中間出漁船的話 那個漁船 不是漁船 那個漁船 可以打到東西還蠻多的 像那個城門阿 或者是其他地方不一定的單位 都有機會打得到 好那 Viper這邊看起來 要轉一些騎士出來 雙馬舅 很明顯的異國 好那這邊TC沒有先補效 是先去點這個自暴船 自暴法先點了 自暴法點了之後 還要再一段閃船出來 那有可能要盡可能拖時間 先收掉一艘 可不可以呢 往上走射一下 OK解決 但是還有四艘火蒙桶很難解 那家裡的話 可能要續出這個 危機戰船 才有可能去 打得贏中間這個海的問題 那這邊 唷 讓我這邊小光蠻多的 哇這裡有七隻喔 七隻的量其實蠻夠的 那這邊打進去的話 這邊農田 我們要把種田的話 問題就會非常大 那看一下 Viper 會不會在這邊插個劍塔防守 或者是直接用出來的騎士防守 但是唷 這邊也上了城堡時代 也是出騎士 喔這邊自暴法 看一下炸一下炸一下 喔各大一發 都殘血而已喔 並沒有收掉任何一台 其實對 Viper來說 其實對 Viper來說 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 因為不是好消息 是因為這邊 魚神可以回去修喔 所以這邊修一修 又修回來了 那 Viper就等於是浪費了 兩台自暴吧 所以我覺得太划算了 好 那維京大戰船 已經開始在製造了 那戰船出來之後 就有機會影響到整個戰局了 那這個維京大戰船 要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這個攻防要升喔 應該升攻擊力 攻擊力要記得升 這個絕世好見喔 是能吃到這個 維京大戰船的那個傷害裡 好 那現在 Viper現在很困擾 現在陸地要打 然後海上要打 像兩邊都有點手忙腳亂 然後機器又要爆 3TC也開了 現在就是 欸大量的騎士 直接抓包這些工兵 欸直接sick by OK那 Viper這邊點下二級射之後 應該是會等這個二級射好再出來 我怎麼一講完你就出來了 真正的維京人 是不等待的嗎 想射就射 真難忍 OK 我已經浪戰船出來之後 二級射也好了 二級射之後 玩開了啦 射的騎士傷會很高 要不要先來射這個騎士呢 欸沒有先射騎士 欸先射船先射船 好船先射掉 哇你看這個維京大戰船喔 直接散彈狂射 哇 被射掉一台 沒有關係 維京大戰船的壓制力 還是很強勢的 這個數量不多 哇直接射出你 OK這個一直在秀操作 二級射的維京大戰船的威力太猛了 直接把中間的戰區喔 穩穩的拿下來 看起來這個火啊 維京絲可以拿拿 拿下來的 但是又要怎麼去防守呢 又的話這個文明喔 是以叫拼弓兵文明 弓兵 呃 不是弓兵 對是弓兵啦 弓兵跟這個大象文明 因為拿人大象是 毛象復裡面喔 血量最多的文明 血量可以高來420D這樣子 你繼續說的話 血量是可以多100D多的 所以這個血量是非常的 比游侠啊 比192游侠還多100D 欸 欸多一倍血量欸 超不會欸 這個大象的血量真的很誇張 這個越南大象 是需要自己注意的 好 那看起來這邊要下個城堡了 因為這個沒有這個城堡的話 這邊桿桶可能會不保 好 而且不保之外 這個維京大戰船過來 還是可以燒這個金礦去 這個土兵會有危險 所以右這邊的判斷還蠻明智的 就是 看到危險喔 先停這個風險 先把風險給停掉 先把自己買個保險 做個預防針 蓋個城堡在這裡 自己的岗口也能守住之外 還可以守住自己的大金的TC喔 不然這個維京大戰船 對於這樣地圖來說 還是蠻煩惱的 雖然不像其他 什麼像河流啊 或是尋找地方 可以到處跑 但光是可以控制中間 這個控制力來說 可以到的對手壓力也是蠻到的 欸K 射得到了 好 那Viper的騎士喔 想要嘗試進攻 結果被Yo招搶走 那後面這裡又是騎士喔 Viper也是抓到了 又有一個進攻 所以兩邊目前看起來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交換表 反正是右這邊喔 村民上是有一點 受傷到的 因為這邊村民損失已經到了七村了 那村民的話也確實有點拉開喔 但是這邊Viper有點鬆 這邊有點鬆 這邊送了一些血量 好 村民66孫對上80村 Viper果然是最會濃的一個男人 那除此之外喔 Viper這邊會這麼濃 還有一個原因喔 是因為 所以維京人是不用去點手推車的喔 跟這個輪走的技術 以上的空殿時代 就只有輪走了 那再來到這個城堡時代 手推車也是免費送個旅 連按聯發都不用 而且這個資源研發的費用也不用 什麼都不用 所以倒成這個 維京人的城堡時代 跟空殿時代 經濟都會比對手好一個檔次啊 然後那這邊 招翔 應該會被招走一隻 但這隻 森林應該也是6敗了 好 這邊維京大戰船來這邊救一下 這邊來挖石頭的村民 哎呀好痛啊 這個維京大戰船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的 這個維京大戰船 只要搶箱中間這個位置 能幫做到的事情 其實實在是蠻多的 那這邊的話 只要中間打下 魚船果然就開始出了 魚船開始出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中間拿下來 魚船捕魚捕到爽 好 右這邊 看起來 3TC 並沒有開效 而是有點在 忙著防守 跟進攻的感覺 那進攻方面 並沒有一個太大的成果 但是 確實有抓到 VIPER的森林 哇那就是蠻大的戰果了 好那這邊 兩方都在搶奪遺跡 看起來 VIPER這邊的遺跡 數量是有點稍微領 現在已經有兩顆遺跡 那來看一下右的 右的遺跡 目前只有一顆 好那這邊 遺跡直接在右的面前 的僧侶眼睜睜的 看著遺跡被搬走 那 VIPER馬上就 招了一隻騎士 過來處理一下 這隻僧侶 結果又一個 反射馬上 哎呀 因為撞到僧侶 這邊 其實沒有第一時間 撞這個僧侶的關係 所以是能送掉 好那這邊 又非常生氣 我要找你穿命 招包其實我要找你穿命啊 結果這邊還送掉了 哎呦 哇靠 你們哪說爆那麼多的啊 哈 又突然 直接一個大爆這個 火戰船啊 哇這個 沒救啦 危機大戰船一個 超級私利 直接被包夾包關了 而且這個城堡 還有可能會被燒到一半小 但是又沒有這麼無聊 趕快去燒對面的雲船 比較實際啊 哇 結果 VIPER這邊有點太輕敵了 以為又這邊是要放棄海域了 結果梳子出了一堆大戰船 這個火戰船出啊 直接反殺 那這邊魚群又被 又被 給捉了回去 這麼會是中國第一高手 這個思路 也是防腐正防 連VIPER都沒想到 哎突然 反殺回來 好那這邊 哇 這邊VIPER有點尷尬 兩邊都上帝王時代 雖然VIPER這邊稍微領先一分鐘 但是又這邊是雙城堡 那以雙城堡來說 而且距離這麼近的情況下 很容易會被雙城堡 直接造兩台巨頭 直接開菜 那VIPER這邊只有單城堡的關係 所以巨頭會造得比較慢一點 那就很有可能很容易城堡會打輸了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結果VIPER這邊偷偷蓋了一個射箭場 看來要這邊偷 存一些綻毛 或者是一些牆墓 要慢慢偷偷射進去這個洞洞裡 你們懂的 那個 好這邊還蓋城門 想要秀操作 想要讓這個刺猴 比較難過去 結果被招到了 哇 然後把我這邊自滴村民 然後再用這個新奇兵區來砍 但是能砍得掉嗎 唉唷 這個 生旅交戰 被我們捕捉到這個畫面 反正這隻是刺猴 是右的 就被VIPER招了過去 然後再用他的刺猴 反殺了回去 好兩邊都上了到了帝王時代 那既然騎士 要來躲下箭矢 OK躲下箭矢 然後到城堡下 就不會吃到箭矢 就可以直接硬砍了 哇 還是吃到傷害 沒錯沒錯 要趕快進去裡面砍喔 這樣才能有機會收掉 但是只有一隻騎士的關係 所以這個巨頭有點難 然後再更多的村民過來的話 這個巨頭可能是會被收掉的 那村民要直接過來應修嗎 欸巨頭直接砸這個巨頭了 巨頭互砸 欸沒有 這個沒有互砸是巨頭砸城堡 欸砸掉 漂亮啦 好但是又出來一台 哇這個畫面就是剛剛我們說的喔 兩個城堡的一個優勢喔 雙城堡巨頭直接開出 這個城堡可能頂不住喔 BIPER這邊只有少量的六村在修 城堡 那右邊這邊的火戰團已過來呢 雖然自己的危機大戰團還是在量產 但是這邊有點麻煩 欸這個有點鬆掉喔 BIPER能守得住嗎 家裡這邊 村民 還在修巨頭 哇找到村民了 但是巨頭沒有殺掉 好 給他第三台巨頭出來之後 可能就會破包 但是 又 是沒有殺第三台了 好 最後還是出了火炮 實話確實對於這個巨頭來說 是一大威脅啊 那這個火炮要怎麼反制呢 欸唷居然砸到了我這天 哇靠 這個巨頭砸到火炮 火炮也順便把這個巨頭給收拾掉 放在這邊城堡喔 應該是守不住了 這個城堡喔 似乎是蓋得有點偏遠一點 好 這邊騎士直接硬殘 但是這邊射箭場都取消掉了 並沒有繼續再出 好 那火炮戰團出來了 就可以來拆這個城堡跟巨頭了 那應該會先打這個巨頭 巨頭先拆掉會比較實際一點 好 裝火炮戰團直接開蹦 蹦蹦 蹦蹦 倒地 好 那倒地之後 先來拆這個漁港 漁港自己大危險 好 漁港出來等危經大戰船 很強7加4的一個傷害 哇你看這個天女上蛙 火箭死啊 各種飛 太猛了 好 那只要靠近這個中間這個火 這個危經大戰船 就能助他一倍之力 所以這個戰線喔 盡量往這個火中間拉近 對Viper來說是件好事喔 那右的話可能要把 想辦法把這個戰線喔 往左邊開始打 或右邊開始打 但是右邊左右兩邊都有Viper的兵喔 所以算是有點稍微被 稍微小小的被壓制住了 好 那Viper這邊的戰法喔 是想要打一個 騎兵路線喔 雖然 危經的騎兵是沒有三房的喔 但是還是可以想要讀重裝騎士 那就要來看一下Viper是不是 真的要來打這個 重裝騎士呢 好 危經戰船有點送起來了 這個城堡打 這個戰船的傷害很高喔 從不能這樣打 好 那這邊喔 沒有去按這個D陣型喔 會一直被這個城堡吸引 炮火走掉 哇 這個戰船一直送啊 好 那這邊戰毛過來之後 這邊Viper選擇 蓋一下更多買救 看來是要來打騎士了 重裝騎士也在升級了 果然是要打騎士了 好 那Viper打騎士的話 就很好克制這個戰毛了 打這個火炮也是蠻輕鬆的 但是這邊 直接壓寶 想要壓你的主 算是護金喔 不是主金 那這邊這個寶一壓下去的話 這邊的野石也是能挖得到的 但是Viper能阻止得了嗎 應該是沒辦法 巨頭在右側這邊 再插一左邊城堡 但是又好顯示這邊的處境已經挖光了 看起來是還能再打一段時間了 這邊先黃金先挖掉 再來挖裡面的霧鐵大 右邊這邊還在努力修房子 好但是建築一點點被拆掉了 Viper的一個戰劍 持續的在對右輸出 還把這個遺跡打到噴出來了 但是右也不堪失落 蓋下城堡 想來用這邊做個進攻方式 但是Viper在家裡蓋下一個城堡 想來防守 那就要來看右這邊會出什麼 這邊要出這個藤甲弓兵嗎 如果是出藤甲弓兵的話 那就有點好看了 因為藤甲弓兵的話 是全遊戲裡面的 遠防最高的一個單位 再來比較高的應該就是 瑪雅的羽射手 但是藤甲弓兵一個特點 就是他除了本身遠防高之外 基本傷害也是比瑪雅羽射手還要高一點 瑪雅羽射手的攻擊只有9而已 但藤甲弓兵可以到傷害 雖然袍兵不如羽射手 所以就是兩邊的特性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越南這邊 出羽射手的話 可能還可以再出這個帝王戰矛 好那帝王戰矛也是 越南特有的單位 真的順帶一提 越南這邊射箭場出來的單位 是有這個血量加成的 你看這個血量是42D 一般戰矛只有35D而已 這個血量加成就是加20%吧 所以他出馬功也是有硬效果 所以血量的馬功也是比較高一點 我記得是可以到92D寫 但是還是綠炫色土耳其的這個金冠 欸這邊火炮直接反制 然後還收掉這個火炮戰船的一台 落馬過來收等打到 這個身價攻擊的傷害太高了 好中間沒有城堡 那白尾爾這邊可以長區直路 騎士直接往他家裡看 那戰長左邊這邊的話 就靠這個戰矛防腐就好 當然只靠戰矛的話有點劣勢 因為對方帝王戰矛傷害高之外 射程還有8 雖然兩邊都射程8 但是攻擊還多1 戰矛的攻擊是有多1的傷害 所以這邊火炮的情況下 怎麼看都是白尾爾的戰矛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這邊騎士一傳 你看這個 哇很痛 墾甲攻兵 直接把這個狀況可以燒殘血 好那家裡的燒 由於城堡有在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打到太多東西 而且這邊城堡也在生墾墾甲攻兵在防守 看起來家裡也是守住了 好那問題是白尾爾爾挺指k進攻了 PC開始猜 那呢這邊騎士 沒有在往左邊從 是一直往對方就在家裡裡送 這邊大量的戰矛 看來是要來印打 那後面可能要補一下更多洒動 射箭場跟馬舊 欸已經補好了 因為前面這個馬舊 économique 我跟射箭場被猜的關係 我白尾爾斯領要去補一下 不然那個爆津速度會有點慢 好 bolt 村民都維持大概130吋了 兩邊都是非常標準的人口 因為通常只要打到130吋的話 後面你要爆大量村民的村民什麼問題 還有這些儲備資源 都是ok的 白鵬這邊遭到非常大量村民 左邊這邊農田瓦手村民都被砍了 完蛋了 家裡看起來只有一個城堡防腐還是有點危險了 好的看一下右下角這邊的一個進攻 能打到東西嗎 這邊出去可能會送光喔 你要真的硬打嗎 看起來是要硬打 沒錯 巨頭都搬出來了 那Viper這邊的話 是會把這個集結點 前面的集結點 是在左邊這個位置 這邊戰毛已經在說繼續暗了 然後那隻巨頭就會有空間去拆 但如果要硬拆的話 火花就會過來 火花一過來的話 就是很難打 因為這個巨頭被標打 但是後面有一些啟示道路過來 是要來阻止說城堡人嗎 看起來是 但是 戰毛出來好像不夠多 對方城甲弓箭的傷害很高的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直接先運收掉火靠 火靠能不能收掉 我要差一點 城甲弓箭加上城堡的傷害 讓Viper的騎兵瞬間倒地 Viper騎兵的問題就是沒有三級遠方 但是這個騎兵還是得出的 危機沒有騎兵的話 這個機動性就很不足 好那Viper這邊順利的拿下右城堡 那剩下大量戰毛跟騎兵直接往上貼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城堡弓箭的傷害是不能小店的 你看這傷害何猛啊 直接一發一隻騎士了 那Viper這邊可能我覺得要先省一下黃金喔 那趕快用這個清奇兵去防守就好 因為對方城堡弓箭這麼傷害這麼高的情況下 不如直接出肉毛 對方也是一發一隻的情況 出肉毛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要花到黃金喔 不然這張土器黃金是沒有那麼多的 跟阿拉伯黃金數量是差不多 比阿拉伯再多一點點 含野金的話 好 那右邊喔 Viper這邊居然一個超級遠距離 在挖 木頭 這邊已經 木頭怎麼在挖 喔沒有他只是單純網右擴張 那右邊完全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防禦攻勢 那左邊這邊順利搶下來之後 Viper沒有再繼續要硬打中間了 那右這邊還在努力的把自己經濟給弄回來 這邊經濟其實有點崩塌 村民只390村 然後再纏一些村民喔 讓自己經濟再拉回來 才有可能再打第二波 不然這一波看起來又有眼睛受傷了 先加速一下 看起來兩邊要來櫃一下經濟 但是Viper這邊是完全沒有經濟上的問題 強奴大通車都準備好了 那維京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有大通車 還有這個強奴 所以經濟又好的關係 我個人也是很 新手時期我也很喜歡玩維京人 因為維京人爆經濟實在是太快 還有這個大通車 實在是讓我愛不擇手 對方出弓被你出這個大通車 對方就很頭痛 勢必要出一些近戰單位喔 或是頭車或是火炮之類的單位喔 所以來踩這個通車才無可能打得贏 嗯 同時 Viper這邊強奴喔 就是滿的 不然現在 Viper 的強奴啊 維京人是沒有這個五指環 但是還是夠用 好 那這邊達人其實已經硬上了 但是後面的騰甲攻擊 屬然有點多喔 而且後面還有火炮在射擊 火炮沒有第一時間往上貼去把這個騰甲攻擊給收掉 有點稍微小小不可惜喔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戰毛 打這個騰甲攻擊的傷害也是滿高的 因為騰甲攻擊高的是他的基本遠方 並不是他的歪歪傷害的減免 所以這個戰毛歪歪傷害 打到這個騰甲攻擊身上 還是會有人傷害的 雖然總體打起來喔 還是這個騰甲攻擊略勝一手 畢竟人家是黃金B嘛 好 那這邊 爆出精銳狂戰士 哇 我們這場大寶眼斧喔 維京大戰船 維京狂戰士 全部都有 哇 然後衝的超多台 10台衝車 直接衝你眼珠 哇 好像還把這個港口 蓋在你家的TC原本的位置阿 哇 我們來回頭你去想好了 直接插在你臉上 就是這個概念嗎 好 那這邊還點下這個防戰士幫喔 可以讓這個防戰士的回血數量變得更差一點 可以讓這個防戰士的回血數量變得更差一點 好 但是大量的攻擊直接來扁 這個大衝車喔 還是受快不錯的 超久的衝快 受快的 看起來 白克 這一波進攻有點太茫然了 這個10台衝車有點算是白給狀況喔 喔 這邊只要能蓋得出馬頭的話 維京彈彈團就可以在這片湖裡面蹭行了 哇 那這邊又就會很受傷了 這邊連火炮彈團也是可以出的 喔 這邊只有狗炮 能不能收高台 那這邊可以 可以 把狗炮引過來 狗炮馬起來看著點衝車 衝車被點得差不多了 還好這邊才點一下韓凱基 出個狗炮戰團升級 看起來是有點在亂玩啦 我總覺得他有點玩弄最有什麼感覺 錯了錯了 好 那這時候分數已經領先3000 那又感覺也是在亂玩了 直接拿到聰明再點這個馬頭 好 賣盆海毒自爆 喊 你 等一下 我想看煙火 又打錯了GG 可惜了 很想要看這個自爆盆出來 然後炸這一波 這個又應該也是故意的喔 把這個兵全部鋸到這邊 想要讓賣盆來炸 結果還來不及一炸 他就喊 就點一下投降 哇這太可惜了 如果炸下去一定很舒服 哈哈 好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應該是VIPER的全部完勝 因為圍巾本身經濟假承實在太強了 你看這個全部資源幾乎是銀的 出了石頭一萬 那這邊木頭是小銀喔 那再來就是食物喔 食物基本是大銀一萬一 那有人會說 越南這邊本身喔 木頭上會銀是正常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講 越南並沒有太多的伐木家產 他是紙幣喔 這個技術是20個伐木狗 去挖木頭的時候會產生一點點黃金 大概20個村民會等於一個遺跡的 黃金的跳亮 所以這個木頭會議這件事情還蠻不一定的 那這邊黃金上黃也是VIPER挖的比較多 原因之以控圖比較好 野金也是挖的比較多一點 看起來還有這個重大的關鍵喔 五個遺跡 各位觀眾 兩千七百六三黃金 整場打下來直接發大財 他出此用了一千六百黃金之外 再加上兩千七喔 總共大約有兩萬黃金喔 這個黃金量是非常誇張的 好來看一下 經濟方面 科技方面 科技方面兩邊都有點下比較關鍵的能力 像這個紙幣技術 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伐木工可以產生黃金的技術 那VIPER這邊可能是 自願陣太多了 連這個狂戰翅膀都點了 連這個回血能力都點了 非常的經濟爆炸的一個異常 所以導致VIPER基本上什麼都可以點 比較可惜的是這個維京大戰船 沒有點到金瑞 如果點到金瑞的話 這維京戰船會更舒服一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